这剑 真值得你拦阻朕吗 陛下 由陛下登基至今 臣一直四处寻找真才 良将 历经数载才将此剑铸链成功 臣喜不自胜 一进宫就遇到了陛下 就迫不及待将此剑献给陛下 韩爷你果然对阵忠心呢 臣知道 陛下时刻想着平定边境 抵御外敌 臣就寻矿山 采矿石 这是以金矿灵器 第一次铸成的一把宝剑 此剑必能助陛下立万事霸业 正好此时陛下喜得龙丝 这实在是大吉之诏 臣诸陛下 事事顺心 事事顺心 你可知道朕如今所愿 究竟是什么吗 就是找出谁想谋害朕的孩子 果然是把好剑 起来吧 起来吧 吓到你了吧 没有 你若对朕忠心 全无亏心之处 就不会怕朕斩你 韩颜自问忠贞 天日可见 况且 陛下一言九鼎 一定不杀韩颜 这事你倒记得挺清楚 臣记得 当年陛下还是太子的时候 臣使陛下的伴读 以此临终射炼 陛下不忍射幼龙 你当时就问朕 若他日做了帝皇 是否也会不忍 陛下对臣说 即使对天下人不能保证 但对韩颜 一定不杀 虽是儿时之诺 但既然均无戏言 那朕也只有首诺了 臣必忠心报皇恩 那就好 将来你用金矿 铸成第二把剑 朕就赏你 谢陛下 你说的是韩颜 单凭献剑之举 很难说它与魏卿之事有关 八九不离石 否则怎会无故献报 这个人与姑母和皇后 已是越走越近 口口声声说忠心于朕 可在他眼中 朕只是个傀儡皇帝 他未必真这么想 只是眼前 谁能给他的利益多 他就帮谁罢了 反正绑匪头目 已经失踪了 几个余党 与公孙奥混战中也死了 线索已断 从寒颜入手也未尝不可 这么说 陛下真要查到底 当然 朕多年未有此事 如今裁判都未及怀孕 若有人为了私利权位 存心谋害 朕岂能不查 哀家说不许再查 好 孙儿拜见祖母母后 这件事不是已经清楚了吗 皇帝何必拥人自扰呢 祖母母后 祖母向来重亲情 怎会反对孙儿 追查意图伤害龙翼的主谋呢 孙儿说得太严重了吧 据哀家所知 是未及因为弟弟未清被抓 急火攻心 哪里有人敢谋害龙翼呀 那主谋就是要未及急火攻心 望他华胎 这笔账要算 就该算到他弟弟未清头上 不就是因为他收地惹祸 与一众刁民争执 被抓去报复吗 祖母 收地之事早已平息 不知是谁告诉祖母 看来那蒙混祖母的 也许就是主谋 看来你们两个 真是姐弟情深哪 一唱一鹤 可你们在意姐弟情 却忘了哀家这个皇祖母了 哀家说此事已了 你们都不听了吗 查根究底的 对谁都没好处 祖母此话 虽然实在难以理解 纠叉扰乱后宫 害命谋私之徒 怎么会没好处 那如果查出来了 是魏姬与魏清合谋 意图谋魏夺权 皇帝 你又该如何呢 太皇太后 怎可无凭无据出口伤人 那你说有人加害魏姬 又有何凭据呢 线索目前虽断 但朕绝不会放过 这扰乱后宫之人 口口声声说有人乱攻谋私 不就是冲着皇后去的吗 害皇太后之言 倒说中了孙儿的心思 若主谋真是皇后 皇帝要怎样废后吗 若真是如此 宫中又岂能容下一个如此狠毒 甚至意图谋害皇帝的人 那皇帝就得担上刻薄寡恩之名 诸侯将相哪个不知道 当日你姑母如何在你父皇面前 出尽权力保你当上太子 你也别忘了 这朝中上下有多少人 是跟你姑父姑母 是同气相连的宗亲旧臣 再说 皇后 是你说废就能废的吗 皇太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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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母后都为难了 你让她如何面对三宫六院 这就是 你要查的真相吗 笑声不楚 公正不张 偏袒寻思 难道就能面对三宫六院吗 好 好 好 说得真好啊 今日 孙儿教训祖母的话 句句都是道理 祖母 孙儿不敢 道理之下 还有一个情字啊 这才叫完好 这后宫不会因为家一把刀而宁静 放下 自有所得呀 孙儿 孙儿 或许你觉得哀家寻思 反正哀家今日所为 对得起这大汉江山 听明白了吗 这件事就此结束了 好吗 好吗 我 那个 mate 有一 soient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